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整件事情可以说很理解 也很精索 到底怎么回事呢 1945年12月5号 也就是二战结束后六个月 美军位于佛罗里达的空军基地 五架复首者轰炸机即将起飞 机上一共有14名飞行员 他们这次是要在大西洋上空进行常规飞行全面 当飞机在大西洋上空飞行了大概一个多小时之后 有个别的飞行员就发现 这个事情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怎么会出现这情况呢 一种可能 那就是这五架复首者轰炸机的这个仪表盘出错了 它指的错误的方向 造成了五架飞机它偏离了预定的行线 但是好好的仪表盘为什么会出错呢 这是以前从外都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不过 找到并且回到预定航线那台式 眼前的挡务之间 飞行员于是立刻就呼叫了地面指挥中心 指挥中心这头呢也慌了什么 他们不知道这个仪表 它为什么会诡异的出错 也没有办法来定位这五架飞机究竟在哪 更不要说提供紧急的处理办法 五架飞机只好继续向前飞 越飞越远 越飞越偏离预定的路线 往下看呢 是没有边际的阳面 时间呢很快又过去了一个小时 晚上七点的阳 五架复首者呢仍旧在盲目的向前飞 黑暗之中呢 他们觉得有一种未知的力量离他们越来越近 果然这个时候突然之间 云层中有了电厂雷鸣 紧张着呢 可怕的事就来了 五架飞机上的这个所有的仪表 全部使用 现在 螺盘已经无法使用 飞机呢 开始在云层里啊 就开始左右摇晃 跟那个无头苍蝇一样 地面指挥站就听见这个无线电那套 不时就传来 Oh my God Oh my God 见鬼了 几分钟过后呢 飞机员就报告 飞机的燃油快用完了 地面指挥听到这些呢心都凉了 但他们始终是无能为力 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我们只能在海上降落 在海上降落 地面指挥这个时候 心都在揪着了 他们等待着飞机降落成功的情绪 可恰恰就在这个紧张的时刻 无线电的信号逐渐的紧落 然后呢 嘶的一下 彻底没了声音 五架飞机 十四名飞行员 从此是音讯全无 还不知道遭遇了人吗 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这五架飞机 有没有在海上成功的迫降呢 这整个的诡异的过程 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五架飞机 十四名飞行员 他们在哪 遭遇了什么 为了抢救 也为了探究真相 美国海军呢 就出动了242架飞机 这是二战之后 美军是出动的最大的一次搜寻队伍 他们不顾当时极为恶劣的天气 立刻就全部起飞 前往茫茫的大西洋 搜索范围很大 估计呢 达到了25万平方英里的海面 可结果是 200多架飞机连续搜索了十多天 空中海面一点收获都没有 没有任何的残骸 碎片 尸体 或者油雾被发现 只留下了一堆遗悦和神秘 这太恐怖了 五架飞机 十四个飞行员 他们好像在大西洋上空 凭空消失 当时的美国总统 威尔逊总统 绝望说 只有上帝和大海才知道他们究竟去了哪里 还有人呢 打了一个很贴切的比方 那就好像当时啊 天上他破了个洞 然后呢 五架飞机都无声无声地掉了进去 但是这种事怎么可能呢 在这样简单的演习中 五架飞机怎么会神秘消失呢 而且竟然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 简直不可思议 事实上让人毛骨悚然的事情还没完 就在242架飞机搜索无果的情况下 又一架大型飞机呢 被派往大西洋送去 而就当这架飞机起飞27分钟之后 他竟然也悄悄地就消失 所有人根本都还没来得及反应 他就再也瞅瞅 天哪 这一切简直太过瘾了 19微型中备的神秘失踪 因此就成了很多美国人心中无法忘怀无疑 而美国过界呢 也仍旧没有放弃寻找消失的19中队 时间一晃就到了1995月 美国媒体呢 竟然爆出了一条特大新闻 说有人在大西洋底就找到了消失的五架复仇者的残骸 这究竟是不是真的 失踪谜团是否就这样被剪开了呢 我们跟着潜艇一起到海底去揭开答案 在黑暗的大西洋海底 打捞专家呢搜寻着沉睡了半个世纪的飞机塔 果然找到了 所有人都很兴奋了 美国媒体呢立刻就发了新闻 说消失的19中队找到了 找到了 但是 所有人都高兴的台湾 因为军方和专家通过仔细的比对 这五架鱼雷器的编号和19中队的不一样 也就是说大西洋海底的这些残骸 并不是消失的19飞行中队 天 这就更上这美国人糊涂了 这头消失的19中队的秘密还没有解决 怎么又出现了五架飞机残骸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 美国军史上五架一起施工的战机 它就只有1945年内那一次啊 19飞行中队的消失之谜 这下更加解不开离海乱 神秘生机 而且在这个时候呢 有人就提出了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说话 当年啊 五架护手者的预定飞行路线 它有蹊跷 它是从美国佛罗里达的空军基地出发 然后呢 途经波多黎各和百慕大群岛 然后呢 折回佛罗里达 这条路线 这个三角形 您有没有意识到 它和文明全球的百慕大三角 竟然惊人的冲突 也就是说呀 从头到尾 19飞行中队都是在百慕大三角的上空飞行 百慕大三角很有名了 地球人都知道 所以呢 我简单的介绍一下 百慕大三角 号称迷失地狱魔鬼三角 几百年来呢 在这片海域发生了太多违反物理定律的超自然邪教 那么据美国海岸防卫队统计 每年呢都有将近一百二十艘船只在百慕大三角凭空轿上 没有呼救也找不到残骸 而且离奇的事情还不仅仅发生在海面上 百慕大三角海域的上空同样也弥漫着恐怖 据同意在这里神秘失踪的飞机呢 它不像五十架 无形中啊 似乎总有一股强大的邪恶力量在控制着这片神秘的海域 主宰着每一个闯入者的命运 而同样消失的五架复仇者 是不是也被这个百慕大三角的力量主宰了命运呢 这背后又藏着怎样可怕的秘密 恐怖的百慕大三角深藏军事的秘密 被以所思的消失谜团竟是因为时空隧道 离奇失踪的飞行中队究竟身在何方 在百慕大三角寻找消失的复仇者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正在为您解密离奇 经典传奇离奇事件另类披露 泰坦尼克号没有沉默 巨大的纳斯卡线条只是供水式意图 大英博物馆供奉四十年的皮尔当人是一个骗局 美军基地藏有外星人的飞碟 白慕大消失的飞行中队是穿过了时空隧道 匪夷所思的答案让你瞠目结舌 本周一至周五中午十二点 将下位是经典传奇 丝说人间的离奇和神秘 故事更离奇 人物更神秘 情节更曲折 命运即将一一揭开 终于至周五中午十二点 经典传奇 刚刚说到 在大概半个世纪之前 五架美军复仇者飞机在大西洋的上空 神秘的消失 无影无踪 接着前往搜寻的救援机 又在起飞二十七分钟之后 也离奇的消失 这件事 说实话 他让你下来 都是庞然大悟 怎么可能就凭空不见了呢 连你一台都没 这实在是不合常理嘛 再见了 人们又发现 不得了 原来这个五架消失的飞机呢 一直都是在百慕大三角的范围内飞行的 他们的消失和可怕的百慕大三角 一定是有关系的 那么 五架复仇者和十四名飞行员 他们究竟去了哪 遭遇了什么呢 有空间科学家就提出来一种很科幻的说法 说 其实百慕大 这很有可能存在着某种时间断裂和时空隧道 五架步骤者和十四名飞行员会瞬间消失无影无踪 那是因为他们都闯入了时空隧道 被转移到了其他的空间和时间里去了 而这个财色呢 空间科学家说了 绝不是空穴来风 因为在过去的一百年里 确实有很多不可解释的事情 让科学家不得不这么怀 话说 1954年 在百慕大三角海域呢 就发生过这么一桩的事 非常的神奇 当时呢 在靠近佛罗里达州的百慕大三角的上空 两名热气球的驾驶员 罗根和诺顿 就驾驶着热气球和其他的五十名参赛者呢 就参加了一次热气球越洋比赛 当时呢 天气晴朗 视野清晰 但突然 在几千观众的眼前 罗根诺顿和他们的热气球竟然瞬间的消失 哇 围观的人一下都愣过了 怎么回事 眼花了 当比赛一结束呢 工作人员一统计 真的有一个热气球的美国人 大家呢 就开了飞机去找 结果呢 一个气球的影子也没想到 这事呢 在当年就成了一广无头暗 而时间一晃呢 三十六年过来 一九九零年 一才中央 罗根诺顿和他们的热气球竟然 啪了一下 瞬间就出现在了古巴和美国之间的 差别墙 目击者说 一秒钟前 天空还什么也没有 一秒钟后 那里便出现了一个气球 当时呢 古巴军方啊 在雷达上发现了这个气球 还以为是这个美国的秘密武器呢 一路想派个飞机啊 把他给打起来 不过呢 最后 这个热气球 被古巴军方迫降在了海上 两名驾驶员 罗根和诺顿呢 则被送到了古巴一个秘密的海军基地 收拾了 哇 这个事情呢 太现金了 十九飞行中 为难是消失了 而这个热气球呢 竟然是消失了 哎 又回来 还穿越了三十六年的时光 啊 真是 这 这 这太不可想象了 这究竟是什么个过程 什么个经历 很好奇啊 但是 亲历者诺顿和罗根 他们自己呢 就相当的迷惑不远 也不知道自己究竟遭遇了什么 很盲人 他们说啊 当时呢 本来一切都很正常 但是呢 当戏球飞到了百姆大三角上空的时候 突然一瞬间 两人眼前就刷了一下 就很亮很亮 面前的大海和天空啊 都变成了一片灰白子 然后呢 他们都感到全身有一种轻微的刺痛的感觉 就好像是这个微弱的电流流过全身一样 再接着一眨眼 一下古巴飞机 就出现在他们的这个热气球前面 死都不会想到 时间已经过去了 整整 三十六年 空间科学家认为 这个气球呢 一定是进入了时间和空间的隧道 隧道里的一瞬间 地球上的三十六年 而且呢 把气球啊 直接就从这个出事的地方 完好无损地给转移到了古巴的生活 很不可思议 很难以置信 但是 谁也不能排除这个可能 因为 1970年 一个叫布鲁斯的这个美国人呢 在买木大三角再次遭遇了 时空错了 最重要的是 这人呢 现在还活着 他对那段奇妙的经历 仍然记忆犹新 可以完完整整的 给我们 真实讲述 1970年 布鲁斯呢 和他的老爸 开着飞机 从马哈马起飞 计划呢 飞越一百英里的 这个茫茫大海 到达这个佛罗里达的迈阿密 当然 途中呢 必须要经过 百木大三角海 夫子俩 性质都很好 飞机呢 也很稳当 但是呢 飞到快一半的时候 怪事 当时我看到的第一件 不同寻常的事情就是 巴哈马海岸的上空 漂浮着一块 巨大的点斗状云团 他非常稠密 无法看清楚 布鲁斯 他来不及掉头 就一头扎进了 这个大云团 一进来 开眼间 云团里头 那是电闪雷鸣 是相当之恐怖的 我们根本无法 穿过这片云团 但是 就在布鲁斯 不知所措的时候 突然 这个云团的前头呢 就出现了一个 巨大的 U型开口 布鲁斯的飞机呢 进入这个开口之后 哇塞 这里面竟然是一条 水平的超级隧道 大约呢 有两万里程 飞机进入隧道以后 我们看到了许多 逆时针旋转的线条 整个过程呢 布鲁斯都处于 被动过来 他对正在发生的事情 完全没有掌控 甚至他都没来得及 反应过来 这到底是怎么了 而紧接着 飞机呢 就冲出了这条 奇妙的隧道 隧道呢 也随即在他身后 关闭了 可是 还没等布鲁斯 喘过气来 一旦更大的迷雾 又迅速地 突破了飞机 飞机 瞬间就出现了 严重的挫描 我发现仪表装置 出现了异常 不如如此 当这个布鲁斯的飞机 进入这一团迷雾之后呢 地面指挥中心的 这个雷达屏幕上 就完全地就失去了 飞机的影子 很多人就以为 布鲁斯又会成为 第N个在百姆纳消失的人 但是 事情这一回呢 又有了意外的转折 突然飞机又恢复了通讯 管制中心的人员声称 在迈阿密海滩上空 发现了一架飞机 也就是说 布鲁斯呢 从那个云团里 出来就到了迈阿密了 布鲁斯啊 感觉相当地惊讶 天哪 这这这这 他真的遭遇了时空穿梭呀 布鲁斯呢 赶紧看来下表 发现呢 飞机仅仅飞行了45分钟 这次飞行 我们仅花费了45分钟 就到达了棕榈滩 而在过去的几十次飞行中 这一般需要 80分钟 或者90分钟 前面那个热气球 那是走了一个隧道 直接就跨越了36年 而布鲁斯呢 是误进了一个相对较慢的隧道 仅仅跨越了45分钟 他不管时间长短 穿越时空这件事 他本身 他还是很神情很可幻 那是不是在百木大三角 消失的五家复仇者 也进入了这个时空隧道呢 如果是 那他们为什么没有穿越回来呢 是时间未到 还是他们穿越去了 其他的空间和时间里呢 这个呢 真没有人能够解释了 而事实上 科学界呢 有很多人 他是不赞成这种 时空隧道的说法了 他认为太荒谬了 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 发生在百木大三角的复仇者 失踪迷案 背后 其实还有更难以置信 更出人意料的真相 稍后来解决 困惑全美的十九中 对失踪迷案 竟是因为北纬三十度的 无形魔咒 天外陨石 是否真的 深藏在百木大的万里海底 他才是诡异的最终过手 在百木大三角 寻找消失的复仇者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正在为您解密 经典传奇 离奇事件 另类披露 泰坦尼克号 没有沉默 巨大的纳斯卡线条 只是供水蓄意图 大英博物馆 供奉四十年的皮尔丹人 是一个骗局 美军基地藏有万兴人的飞碟 百木大消失的飞行中队 是穿过了时空隧道 匪夷所思的答案 让你瞠目结舌 本周一至周五 中午十二点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思索人间的离奇和神秘 这是祭贤之歌 是音乐家巴赫身处秘境 用一根祭贤 即兴演奏出的 永坦标 人生也是如此 无论多么困难 总能完成最动人的运章 无论生活的悲喜无常 无论人生的哀如其 我们一直都在坚守 人性的美丽 相信生命的传奇 前面说到 有空间科学家认为 在百木大三角消失的 五架复仇者和十四名飞行员 那都是进入了一个 隐秘的时空隧道 然后被转移到了 其他的空间和时间里去 这个说法呢 很特快 很带性 但是 在大部分科学家看来 却是荒谬 而且没有科学根据 对于发生在 百木大三角的 这级失踪迷案 他们还有很多 不一样的见解 首先 有人认为 百木大三角位于 地球上最神秘的 北纬三十度线上 这条纬线呢 很多人一定都略有耳闻 很神奇的 它是很多不可思议的奇迹 奇闻和奇迷 汇集的焦点地区 沿着咱们地球的 北纬三十度线前行 既有奇妙的自然景观 又是世界上 众多自然 及文明之谜的 所带者 比如 恰好建在地球大陆 重力中心的 这个金字塔 古代巴比伦的空中花园 喜马拉雅山 神农家 三星堆 还有让人类 叹为观者的 玛雅文明遗址 甚至有人说了 在百尾三十度上 长大的那姑娘啊 都是全世界最美 那为什么会这样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磁场 北纬三十度线上的 地球磁场 非常复杂 和其他地方 很不一样 而这个百木大三角 恰恰在这个 北纬三十度上 所以这里 必然会受到 强磁场的干扰 这也恰恰可以解释 为什么五驾复仇者 在进入 百木大三角 上空之后呢 仪表和罗盘 会出错失灵了 另外 第二种说法 有科学家认为 百木大三角的海底 可能还存在一个 巨大的陨石 因为他们通过研究发现 大概是在 1500年前啊 曾经有一个 巨大的陨石 从太空就飞来了 砰砰一下 就掉进了 大西洋的百木大三角 这块海底 而这个大陨石呢 类似一个 巨大的黑洞 它就有超级疯狂的吸引石 连这个光线 都能够吸引进去 这更别说是飞机了 如果这个黑洞 真的存在 那五家复仇者啊 那就很有可能 是被这个海底黑洞 给瞬间吸了进去 从此就无声无息 而人们呢 也永远找不到 他们的灿烂 北纬三十度 和外太空陨石说 都很吸引 也有一定的说服 这些自然学家呢 却认为 其实那事情 并没有那么玄乎 那么阴森难 一切呢 不过都是自然因素 造成的空难事故 因为百慕大三角海运呢 通常会出现 极端恶劣的天气 好比说 这个大西洋飓风 我们看这一幅 它在这个过去的一百年里 可以说是 以超高的频率 不断地袭击 百慕大三角 百慕大三角 接连遭受 飓风的奇迹 这里一年四季都笼罩着 飓风的阴影 海员们对它 根本不设防 它来去物踪 难以捉摸 而如果有船只 或者是飞机 在百慕大三角 那遭遇到了飓风 那么后果 那是可想而知的 飓风会掀起 高达十多米的大浪 海面呢 在这个时候 会形成巨大的漩涡 当地的渔民 打过一个 很贴心的比喻 那时候啊 这个海面就会像一个滚铜洗衣机一样 船只路过此处 十有八九 那都会被滚进去 而像复仇者这样的飞机 它也不可能招架得住 那么巨大的锋利啊 所以失控坠机 那都是可想而知的灾难 当然 你一定会问 如果五架复仇者 真的只是坠机的话 那么为什么当年 美军大规模的这个搜寻 在海面上 没有发现任何的线索呢 那么现在高科技的探索 也找不到残骸呢 科学家提出了这么一种可能 说美军搜寻五果 那是因为 飞机坠海之后 被一种气体迅速的拖进了海底 在百分大三角 有一种特殊的甲烷器 它经常那么会毫无预兆的 从海底啊 喷涌上 据说呀 最惨烈的时候 可以吞噬一架 石油钻塔 那么这种气体究竟是怎样吞噬 是庞然大吾的呢 画面上呢 这位专家 他叫布斯 他马上要做一个简单的实验 让咱们呢 一目了 让我们以漂浮的物体为例 它漂浮的原因是水越深 物体底面受到的浮力越大 于是 在浮力作用下 物体将保持漂浮状态 如果你增加水中气泡的含量 这就会降低水的密度 当气泡占据了一定空间 而水量不变时 物体受到的浮力就会减小 如果我继续增加气泡的含量 球将会沉入更深的水中 这无疑验证了我们的假设 而现实中呢 如果船只只有在这个 百慕大三角的海面 遇到了这种气体 那结果那也是一样 我们呢 可以再来看一个模拟水 假如这是一艘船 它也会被海水吞没 并留在水底 同样的道理 如果当年 这位百慕大三角海面的 五家复仇者 它也遇上了刚刚的那种气体 结果那就是 它们会被迅速的 拖下海底 在搜寻大队到达之前 消失的无影无影 而至于现在高科技 它找不到残骸 也说呀 我认为是个结论 它也下得太早 太武断了 要知道 整个百慕大三角海域的面积 将近四百万平洋 深度呢 平均是四千 最深的地方有 九千年 那是人类 它暂时还没有办法 到达的大西洋的最多 而如果五家复仇者 它真的是追海了 它们的残骸 那在水流的作用下 可能停在大西洋底的任何一个地方 现代探索队 它今天没有找到这些残骸 但不表示 它永远找不到 也不表示 那五家复仇者 就是人间蒸发 拼空脚重 也许 也许 复仇者 失踪之谜呢 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可怕 也不像传说中的那么诡异 那么离奇 很多事件呢 很可能都是偶然 而且呢 很多时候 没准 那是人们出于各种目的 把这个事情传的 离奇 曲折之后 它们最终 才成了困惑识人百年的 未解之谜 永远没法解开 好了 明年中十二点 江西卫视 继续经典传奇 经典传奇 离奇事件 另类披露 泰坦尼克号 没有沉默 巨大的纳斯卡线条 只是供水示意图 大英博物馆 供奉四十年的皮尔丹人 是一个骗局 美军基地 藏有万兴人的飞碟 百慕大消失的 飞行中队 是穿过了时空隧道 匪夷所思的答案 让你瞠目结舌 本周一至周五 中午十二点 将成为是经典传奇 丝朔人间的 离奇和神秘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